民众踢爆大台北果菜市场有摊商疑似挂羊头卖猪肉 民众在这里购买的羊肉火锅肉片 送去进行两次的SGS检验 结果不但没有验出羊肉成分 反而在里面验出了猪肉的成分 当事业者表示说他们自己也不知情 只是根据了解 目前国产羊肉火锅肉片 售价约在美金200元到380元不等 而这名业者呢售价是2斤250 的确跟市场的行情有落差 现在新北市卫生局介入急查 传统市场购买肉品便宜又方便 但有民众投诉出现假羊肉在市面上流窜 民众从大台北果菜市场一家专卖海鲜的摊贩 购买低于市价的羊肉火锅肉片 意味捡到便宜 但进行两次SGS检验 结果没验出羊肉 反而是验出猪肉成分 执疑探商挂羊头卖猪肉 但当事业者跳出来喊冤 1122斤240 250 厂商送来的时候 我们给别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不出来 可能东西取错 因为他们猪牛羊 他们都有在卖 业者自称也是受害者 但民众买肉 羊肉猪肉分得出来吗 分不出来 你吃下去的口感就会有差 说真的有时候是 赢个人良心 其他肉商坦言 一般消费者肉眼难以辨认 但如果将猪肉 佐以香料和羊油调味 的确可能一家乱真 根据了解 目前国产羊肉火锅肉片 价格落在美金200多元 到380元之间 但这家业者贩售的价格 两斤250元 的确和市场行情有落差 昨天已经前往 这个该摊商去做鸡茶 有抽验羊肉火锅片送验 它的供货的原料的部分 它确实是有羊肉猪肉跟牛肉 那羊肉的来源是纽西兰跟澳洲 食药署和新北市卫生局都已经介入调查 如果是标识不实 最重可处400万元 但如果是仓位假冒 可依法处7年以下游期徒刑 得病科罚金8000万元 是不是挂羊头卖猪肉 等5到7天的检验报告出炉 说实话记者综合报道